趁着校庆期间竹山高中设计群美术班也来与林东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 以及竹山国小沿河国中的美术班共同办理连展活动 呈现的作品相当多元都充分展现出孩子们的艺术天分 美术班的展出最主要是结合我们竹山地区 竹山国小沿河国中跟竹山高中美术班的一个展出 那设计群的部分呢 除了我们竹山高中的设计群的广告设计科 多媒体设计科之外呢 我们还结合了林东科技大学的视觉传达设计系的大学生的作品 因此我们今年度整个不管在设计群的展览或是美展展出 等于是结合了从国小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 这样子市集的一个教育我们希望一起创造共好 先远餐门儿专程前往观赏年展活动 看到现场作品歌剧特色 也连年称赞孩子们相当有天分 期待他们日后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甚至是站场国际舞台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竹山高中的展览会场上 那看到现场有许多许多 我们学弟学妹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一看就知道 真的不输给专业的领域哦 希望说他们从基础做起 然后慢慢的学习 然后能够慢慢的成长一直走向国际的领域 此次连展活动参展学子南夸了国小大大学 他们将所学做了完美的呈现 先远餐门儿也要请民众都能够前往观赞 给予学者们最大的肯定与鼓励 我们这一次的连展 我们设计请的连展竹山高中 我们领动科大 然后我们的美术办的连展 是由我们竹山国小 研合国中 竹山高中 展览日期是到12月1号 在此我们欢迎 我们对于美术设计 有兴趣的朋友们 一起来这边观赏分享以外 也一起来这边帮他们加油打气 医长何顺峰肯定连展活动的办理 不仅是展现学子们的学习成效 更能让他们互相学习观摩 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为日后生涯发展带来极大帮助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